高雄沿城區有一間加油站突然貼出了公告 就點名說某某車號的車主 你不要再來洗衣員發票 這位車主的行為已經造成了困擾 來回置放油槍 恐怕導致提早損壞 後面排隊的顧客 也必須為了讓他提高發票的中獎率 多等下耗一陣子 自助加油島拿起油槍 輕輕按一下 只加一塊錢立刻放了回去 就是這樣的動作 讓加油站氣得張貼公告 不要再洗衣員發票了 就是你車號818的車主 高雄沿城這間加油站直接點名 因為已經產生了許多困擾 一個人卡在加油島 來回洗衣小額發票 似乎是為了提高中獎機率 但為了防止這樣的情形 中油也在機器設定上 做了一些手段 超過10塊 就不會鎖槍 但要是真的沒筆都抓 剛好10塊錢也是沒轍 如果一台機車加滿 反反复复的動作 來個10次 油槍遲早被搞壞 不過也有民眾質疑 加油站直接公布車號的做法 會不會違反個資法 有人看到也不會因此而特定 某一個車主應該不構成 侵害這個車主的個資 而大量洗出來的議員小額發票 其實還是能夠對講的 除非是以薄荷常規交易 無正當理由取得 才會不給予對講 但是這種小聰明 造成其他顧客不變 還沒中獎之前 就先成為加油站的公敵 被點名做幾號 記者吳郭真 高雄報道